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近期投資市場經常提及知識曲線倒掛 究竟什麼是知識曲線呢? 知識曲線倒掛又有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何謂知識 知識有別於票面式,票面式是固定的 知識是浮動的,是買入債券的時候可以收取的回報 知識隨著債價起跌乘反比 即是債價升、知識跌、債價跌、知識升 知識曲線是將同一個時段裡 短、中、長期債券的知識率連成一線 簡單來說,是一個包含各年期知識率的曲線圖 知識曲線的形態有三種 分別是向上、平坦以及倒掛 正常的情況下,年期越長的債券、債息越高 知識曲線就會呈向上傾斜的形態 知識曲線越邪,反映市場認為未來經濟向好、通脹壓力上升 當中也包含了市場預期、央行、未來需要加息、控制通脹 令到債息走高 知識曲線平坦即是預期經濟增長以及通脹溫和 相反,當短債息高於長債息 知識曲線就會呈現倒掛 這是反映市場認為經濟減速、通脹下降 當中也包含了預期央行未來需要減息、刺激、投資易用 令到債息走低 六月初,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跌到兩離一的水平 比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期國債知識低0.1至0.2 知識曲線倒掛的幅度去到2007年3月以來最深 令市場憂慮美國經濟暴入衰退 總結而言 知識曲線倒掛釋放經濟衰退的信號 之後要留意政府或央行會不會有政策支持經濟 否則在債息持續下跌、知識曲線倒掛情況未有改善前 投資仍要審慎為上 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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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